文化和旅游部扎实推进落实 关于景区参观 酒店住宿 产品供给 宣传推广等方面的各项举措 对外释放积极信号 不断提升便利性 随着这些举措的出台和落地 政策效果不断显现 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的意愿不断增强 数量明显回升 2024年1月和2月 外籍人员入出境共计294.5万人次 环比增长2.3倍 恢复至疫情前的41.5% 春节期间 中国免签政策效应显现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荷兰 西班牙 马来西亚 新加坡等新增可免签入境中国的国家 游客增长明显 部分旅游OTA平台上的入境邮订单 总量较2019年同期翻番